所以看来近段的分析下来 要有竞争力的一个公务员跟国家 这个公务员的考试制度 跟福利制度 是不是应该来做一些些的调整呢 虽然这次出考 是不是这样的状况 未来我们当然希望朝得好的方向来前进 那起床从民间来告诉大家 您觉得怎么样给各政府一些建议 跟国都特别整理了一些 像国外的这个公务人员 我自己日本的我没有接触 新加坡的驻台的副代表 才37岁 就新加坡副代表 而且呢展现出来与他交往 你就知道他就是一个 相当优秀的一个人才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公务员 都能够提升到 有这样的一个作为公务体系的一员 而有荣誉感 产生骄傲 我觉得这个就是公务体系成功的地方 那所以说整体都要改变 那我觉得外界对于公务人员 有很多的这个期待 我觉得这事所难免 但是呢我觉得政府怎么样 在这个制度上面去做一个改造 那另外一方面我要讲的是 公务体系 他之所以会这么沉闷 很重要的原因可能跟他的公务文化有关系 这个文化呢所以造就了 你知道在美国 70%的财富集中在3%的犹太人的手里 犹太人他是不干公务员的 因为他就认为公务人员的事务性 是欠缺 就是很乳听 欠缺的开创 所以因此呢 他认为说这样的工作 没有办法让他能够增加财富 然后让他有一个丰富的人生 所以说犹太人是不做公务人员的 这是他们不同的那个看法 我们要增加公务员的效率 我觉得不要在他们这个福利上面去打转 可是冗原部分可能要加强一下 要破例加强 可是不要说类似斗争是一强的 这个福利把钱拿下也觉得很爽 我觉得日本莫早期 那个烤基法3%要淘汰也该可以做吧 可以 但是怎么来不及的问题 我觉得行政立法师考试监察 不是这几个院长才不够 木链要找起来 蛮久总统不喜欢国事会议 至少弄个国政会议啊 那国政会议先考虑一下该怎么做吧 我们的未来应该好好的来做开一个会了 那你不要说个性歧视 那我觉得这个